你這麼說台灣有一種傳統甜點 叫梅花糕是不是 對啊 也可以啊 年輕的朋友 你們知道梅花糕嗎 還真的不知道耶 也夠年輕了吧 什麼是梅花糕 是可以塗在腳上 圓的 鹹鹹 扁扁的啊 中間有一層就 白色的糕點 然後中間有一層草莓啊 只有妳知道 新鮮精靈日跟那個梅花糕 不知道啊 知道 他也知道 我愛吃成 妳有個老公魂 對… 不是啦 這個最重要的意思是 這是甜點嘛 對 那就是我這一道的甜點 就是暗示啊 好不值得吃的一道甜點 大家有沒有發現 前面幾道大家都你知道 越越濕越濕之後再一道沒有用到 覺得很特別 什麼蛋酒啊 那些麵包都覺得好特別 那妳面前這個怎麼吃完了 不見了 這誰啊 朱欣怡 你吃了嗎 我也用蜘蛛心 我的嘴都沒動 拜託 我們大家吃完之後 我們大家問一下 是德國的好吃 還是美國的不錯 還是義大利 還是巴西的 還沒看 日本跳過 德國的好吃 我覺得是唐杏仁很好吃 杏仁好好吃 唐杏仁真的不錯耶 都吃完了 很特別 而且今天確實教了我們 他不是杏仁的 他不是杏仁 是唐杏仁 不是 妳的東西跟聖誕節 根本沒有關係好了 超沒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真的 你看還保養台灣的氣氛 不管吃什麼 我們要的都是過聖誕節的氣氛 對 也希望今天 各位觀眾朋友們 聖誕節快樂 伊凡 趕快活下去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大家的分支持牆 下次見 拜拜